因為等事情發生以後 再來尋求補救 一王永遠勝於治療 之所以這麼說 就是因為被隔壁台北市長 柯文哲酸 尾牙停辦很奇怪 但新北部只不辦機關尾牙 連市民廣場的年貨大街 也宣布喊咖 新北市原本就沒有所謂的 辦年貨大街的活動 新北市所有在 過年的相關的活動 都以小型的活動 中小編謀實名字來辦 新北市開第一槍取消年貨大街 台中市由民間經營的 天津商圈也自主停辦 其餘的一中商圈 季光街年貨大街 尚未確定是否跟進 市府也規定如果要續辦 得送防疫計畫 官方辦的已經先取消事實 中央的秋冬專案 那所以我們台中市的 這些年貨大街 尤其政府所主辦的 我們之前已經宣布 原則上不開放試吃 眼看南一縣市首長接連停辦 年貨大街 最具代表性的台北市敵化商圈 要不要繼續辦 我跟你講這個 這還離還那麼多天 有啦我們今天早上都討論過了 都有我們在擬那個辦法了 出席電氣3C展台北市長柯文哲 面對追問強調年貨大街不會停辦 或是去的人必須要戴口罩之類的嗎 對啦我們會有一個 因為這個疫情至少要撐八個月 所以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應變方法 所以還不需要到取消 不用啦但是要有方法 距離農曆年慎不到一個月 年貨大街辦不辦挑戰的不只是防疫措施 也是地方首長的魄力